全油管最快新闻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中国博士留学生齐泰磊 枪刷华裔导师 严姿杰的案件最新进展公布 调查文件揭示了 齐泰磊在做案前的活动 并显示 他购买了一把手枪 并去过射击场 目击者证实 枪击案发生后 他连开十枪 警方认为他试图销毁证据 文件还显示 齐泰磊在案发前 租用了同型号的枪支 并在作案前 一天去了靶场 此外 他涉嫌侵入一名女同学的邮箱 在庭审中 他被判定因精神疾病 而无法接受审判 并被送往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